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又是我 我是Shamin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也是牛油蛋糕 但是我有加了咖啡的口味 还有巧克力巧克力豆 就是一个有咖啡巧克力的牛油蛋糕 首先我们需要的材料也是很简单 就是100克的牛油 然后已经软化了 然后我们要加入100克的糖粉 100克的牛油配100克的糖粉 这一个100克的牛油跟100克的糖粉 然后before that 我们还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我要先融化这个激溶咖啡 so激溶咖啡的话呢 是1茶匙 1茶匙 ok 跟25克的水 热水 所以先跟它搅融化 嗯 太香了 嗯 太香了 so这个就可以放在一边用 然后粉类方面呢 我们是需要 so粉类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低筋面粉125克 然后我们会放25克的这个 呃杏仁粉 ok 如果你没有杏仁粉 这样你就直接用150克的那个 低筋面粉哦 如果你有这个almond ground的话呢 你可以放25克 就是125克的低筋加25克的这个almond powder so它的口感出来会比较不一样 过后呢 我们需要半茶匙的baking powder 就可以了 so现在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牛油融化了的 跟我们的糖粉呢 跟它混合均匀 如果你有mixer的话当然是最好啦 你可以用mixer来mix ok 混合均匀了过后呢 我们这里有两粒鸡蛋 so你先跟它稍微搭发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加入 就是不要一次过加入 你要跟它搅混合均匀了 然后你再慢慢慢慢加 ok 就是每一次都等它完全的加入了 再继续加 大概分5次这样子吧 你要确保它是混合均匀了 你再加下一匹鸡蛋 不然它很容易会那个油水粉 整理 ok 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的蛋液全部加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混合均匀 所以一直搅它搅到它就是比较浅色 ok 就这样子跟它搅到蓬松 你看看得出它的状态是很蓬松了吗 ok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一个 咖啡液呢 慢慢的也是一点一点的加进来 每一次也是要均匀的混合了 再加下一匹鸡蛋 然后搅拌均匀过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那个粉类塞入进来了 ok 我们就可以跟它混合均匀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巧克力粒 50g的巧克力粒 稍微的跟它拌匀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会准备一个模具 然后就把我们的面糊倒入 OK 将这个面糊全部放进去我们的模型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放进去我们的Frayer里面烤160度45分钟 所以10分钟过后呢我会拿出来然后中间割一条线 所以等一下它会跌到比较美的 OK 放在底层用Cake Mood 然后我调去160度然后时间是45分钟 我先放10分钟因为10分钟过后我要拿出来割一刀 OK so 10分钟过后呢我们就跟它拿出来 跟它在中间割一条线 然后再跟它放回去 OK 继续烤 刚才我们用了10分钟 so现在我们继续用160度烤35分钟 OK 你可以拿一个那个煎的东西然后去擦一下看它还有没有那个面糊 OK so如果它出来干净的话就是已经熟了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倒出来放冷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蛋糕呢可以脱模放冷 OK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巧克力牛油蛋糕 OK 那你就可以等它完全 放凉了过后呢你就可以跟它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牛油蛋糕啦 这样 走